把极乐世界死是真相 我们现在这个人间死是真相 通通搞清楚搞明白 然后自己做一个抉择 到哪里去 世间有不少人都说灾难 我们也听到了 我们听到什么反应 好啊 灾难来了 下面说 荡来一起喊你 借因弥陀一尘远害 六字鸿鸣 二德杜特 真是智力 这一句非常重要啊 这一句太好了 决定不能 疏忽 我们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一句 这一身 真实之力确实得到了 这个真实之力 我们这一生呢 圆满成就了 永远脱离六道轮回 二 到西方情乐世界去 人人都能去 只要你遇到这个今天 你相信这一种方法 一教风险 真干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幸灭 之有 这一句要记住 欧阅大使 在弥陀金药节里面 跟我说得很清楚 你只要真正相信 有极乐世界 一点怀疑都没有 愿神 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 请经阿弥陀佛 这个往生的条件 就绝绝了 那么升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确确实实 有 四图 三倍 九品 这就是它的阶级 那 等于说那是个学校 那有小学 有中学 有大学 有研究所 有四个 有等级 你一到那边去之后 你是放在哪一个等级 这个 是念佛 功夫的前身 所以念佛管这种事情 念佛不管王僧 王僧不管品味 王僧的知识 欢迎你来 安插品味的时候 是念佛 功夫前身 记住 不是多少 是功夫前身 什么叫功夫 把烦恼念掉叫功夫 烦恼完全在 代业往生 这是最下的 烦身通缉度 一瓶烦恼也没断 烦恼断了几瓶的 比如说 像小陈 执着放下了 我们能在 日常生活当中 什么都不执着 什么都随缘 什么都好 不执着了 不分别了 这两样做到 这两样都是小陈 升文元旧 升方便又语度 如果能够 不起先不动念 那就升十报专业图 好像什么 进入他们的研究所 十报图 方便图 这是大学 凡圣同居图 是小学 中修 念佛功夫前身 前身在放下了 最高的 眼见色 耳闻神 不起心 不动念 最高的 没有起先动念 修行在哪里修 在红尘里头修啊 离开红尘 你到哪里去连功啊 眼不见色 而不闻神 你怎么个修法 叫你见色 叫你闻神 在见色闻神里面 不起先不动念 第一等功夫 礼仪也先不乱 神是暴徒 第二等功夫 他有起先动念 没有分别之主 这升方便图与图 第三等是 功夫都不到家 起先动念 分别之主 全都有 那就是凡神通与图 所以我们自己清楚啊 我们到那里 神大了 肯定是凡神通与图 好不好 好 只要往生 好 欧耶大师 自己人家问他 你往生极乐世界 什么样的品位 你又满足了 他回答说 下下品往生 我就满足了 换一句话说 只要往生 那在西方极乐世界 修行快啊 设方世界成佛 要三大神七戒 极乐世界不需要啊 他太快了 不是 寿命太长了 无量手啊 那个地方是 法信徒啊 跟我们这不一样 我们这里是 有生有灭 你看动物 有生老病死 植物 有生住一灭 旷物 有陈住怀空 这都是有灾难啊 极乐世界没有 而人呢 无量手 花草树木 也无量手 花是永远开的 没有花开 花谢 啊 山河大地 永远是那么 那么样的美 那么殊胜 他没有神灭象 啊 极乐世界不要休息 没有休息 所以他的功夫 一直用下去 你到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进入讲堂 讲堂有你的座位 座位上有你的名字 不会弄错的 你只坐在你座位上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吧 什么时候离开讲堂下过了 称佛 不称佛 决定不下座 你堂库成佛了 这堂库的时间长短不定 有人成佛快 有人成佛慢 总之 没有大彻大悟 明显界限 他决定不会离开讲堂 多妙啊 过过成就啊 那就是必成正确 必定成等正确 那么在讲堂听过 神没离开讲堂 他能起作用 阿弥陀佛也在讲堂讲法 讲经 没有中断 但是阿弥陀佛同时 分身 无量无边 到哪里去 到舍坊 诸佛刹土 干什么 借阴往生的人 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 没有佛来借阴 你不知道基督徒学在哪里 一定他来借阴 所以他分身 去借阴众生 学身也能分身 跟阿弥陀佛一样 能分无量无边身 干什么 到舍坊世界去拜佛去 去供养佛 修佛 听佛讲经说法 修会 你看 不但是在 弥陀讲堂听法了 舍坊祝福说法 统统都参与了 参加法会了 而且还有个副作用 以自己的硬化身 去度化 祝佛刹土 六道舍坊界的 有缘众生 基督徒学很热闹 虽然很热闹 告诉你 他们没七星都念 这一招妙 妙心 没七星都念 更没有分别之处 所以 圆满 成佛 很快就成佛了 这真能不去吗 这世间 这家的能不放下吗 放下就是 念佛功夫 就成就 就能提升 最近教 对我们的帮助 就是教我们 把极乐世界 死是真相 我们现在 这个人间 死是真相 通通搞清楚 搞明白 然后自己 做一个抉择 到哪里去 世间有不少人 多数灾难 我们也听到了 我们听到什么反应 好啊 灾难来了 到极乐世界的 机会到了 我就念佛求生前途 我什么念头也没有 我也不想去 躲避灾难 我就念佛求生前途 太好了 万云万象 能不能去 你真地发这个心 真地付阿弥陀佛来接应 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机会 不能错过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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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